在一百五十年前 卡納大的馬蓋博士來到臺灣團教 對臺灣人影響是很像 團體中心臺灣國學團最近 含技術家合作 要搬一齣音樂局的悉局 是要來搬這馬蓋博士的故事 哪怕哪跳哪走自己哪領口白 可能他們是專業賣 他們給救援員 其實他們的本頁都是 臺灣國學團的演奏家 國立傳統技術中心的臺灣國學團 和不同領域的技術家合作 演出一百五十年前 馬蓋博士來臺灣選奏的故事 他們給總幹同情報標示 連口白和建造各企的製造不一樣 對國學團的演奏家是很大的挑戰 想要你講一個口白是這樣 從頭到尾一個穩定的節奏 他絕對不會有說服力 所以你要你的念白 覺得是要生動自然 可是那個生動自然 就會跟你要需要穩定節奏的 這個演奏樂器的部分 是衝突是打架的 音樂局來臺三個主演分別是 音樂局演員 歌詞演員 不一樣出身的三個人也好想 學習了很多 我也很常請海明姐幫我 關於音樂上的拍子啊 音膏啊 共鳴啊 然後修年姐會常常幫我台語的咬字 甚至是因為咬字而能夠延伸出來 帶給語言本身就存在的情感 播放